我還有一個就是帶小孩的時候 如果兩個人理念有點差的時候 我們這個做黑臉的 會做得很心寒 然後做得很辛苦 然後在家做得好像覺得自己 自己都以為自己是壞人了 對 你知道嗎 因為我女兒還在一歲多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們每天都要陪著睡 那這樣子我看我有一些 就是朋友 他的小孩不用陪 好像放進去 他就會自己睡了 那爸爸媽媽就有自己的時間 那我是不是要訓練小朋友 這樣子放進去自己會睡 然後我就上網查很多方式 然後有一個方式就是 你放進去 然後他哭嘛 你可能就讓他哭兩分鐘 你就進去哄一哄 然後再出來什麼變五分鐘 再進去哄一哄 就慢慢拉長 然後你知道嗎 我們這種 媽媽聽了小朋友在裡頭哭 在那邊算兩分鐘 我說那兩分鐘就這樣兩小時 真的喔 體都要麻了 然後心都碎了 就想說 不行 他怎麼辦 他這樣會不會吵氣 會不會停止呼吸 自己都已經很難受了 我就這樣一直堅持 堅持可能堅持了四天 你說每天你都會覺得 很痛苦這樣子 那好不容易 那個時間這樣好像越拉越長 然後後面大概第四天的時候 他真的自己睡著了耶 然後第五天的時候 他也睡稍微 然後就抱著背背 很委屈 但是還是就 就睡著了嘛 那很棒啊 成功 就很棒 很成功了嘛 但是到禮拜六 禮拜天 通常都是我休息的時間 然後禮拜六 禮拜天 我就跟他爸爸說 那就是規則就是這樣嘛 如果他哭 你就就是等兩分鐘 然後再進去哄一哄 然後再出來五分鐘 然後他就進去 他女兒就看到他的時候 就開始哭嘛 他就已經快出不來了 他說這樣不行 然後我就說 你敢出來 你敢出來 然後就你知道 自己都覺得好 我很壞 我女兒就看著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想說 為什麼媽媽一直叫 爸爸不可以 然後就叫他出來之後 比如說等不到兩分鐘 他說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啊 都哭成這樣子啊 算... 他就進去陪睡了 然後啊 就很像 然後禮拜一 換我的時候就一樣 就變成說 從頭來 就從頭來了 可是那時候我就會覺得說 我為什麼我要這樣子 我為什麼要讓我女兒覺得說 媽媽想說 對 對 我真的會覺得很難過 可是當下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說 為什麼 這種黑臉是我在當 你們都很心甘情願當黑臉 我發現 有嗎 我們是被黑的吧 當然啦 媽媽 媽媽都是要教小孩 可是我覺得那個 當然爸爸就是努力要把 把自己洗白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要把這個黑臉 怎麼樣推給爸爸 所以浩如應該一打電話去 就說 我跟你講 許先生超氣的 氣到頭頂都在冒煙了 他說你們這樣事工 真的很不行 我一直叫他不要氣 我不要氣說 我趕快打電話問你 我該怎麼辦 OK... 從這個角度來看 帶小朋友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 老公進去了 已經受不了 那個前世的女兒 前世的情人在那邊哭 很不甘 想要去陪他 這時候你要說 趕快喔 你要自己不哭喔 不然爸爸就不能陪你囉 爸爸走 正大光明把爸爸帶走 你不是安全 我還是壞人啊 聽起來我還是壞人啊 沒有 你要跟他說 是爸爸不陪你 沒關係 媽媽來幫你 我們好好睡覺 爸爸就會來陪你 你知道像有時候 我在管小孩的時候 因為我真的聲音 就是氣起來 我小孩都說 媽媽你罵人 真的很像急娃娃在講 你知道嗎 不瞄我 然後每次有時候 我就很氣的時候 我已經罵了半天 氣了半天 然後小孩也不聽話 我就在底下踢王佛說說話 然後那我保重就會說 媽媽說叫我說話 媽媽說不可以 媽媽 真的很精采 我其實最氣也是另外一半這樣 因為妳已經在發火 在罵小孩了 然後妳就想說 他進來可以幫妳說句話 可是沒有 他通常說你看你們 讓媽媽生氣 媽媽生氣會變老耶 是不是讓我覺得更生氣 對啊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是 這個排行榜的最後一個了 也是大家最容易發生的狀況 就是呢 我這次去小琉球回來也是 他們我小孩子在小琉球 也是玩瘋了 我每天晚上就說 十一點多了 該睡覺了 小朋友明天還要早起 還要去浮潛 還要玩 我知道你們很開心 趕快睡了 兩個小孩就說 奇怪 為什麼明天放假 你還要管我們 奇怪 然後跟他的表弟表妹 兩個四個人一起走過來說 你們大人 我跟你們打勾勾喔 從現在開始你們自己玩 我們自己玩喔 我們誰都不要吵誰喔 可以跟我們打勾勾嗎 怎麼會這樣 對 四個小孩這樣走過來 可以跟我們打勾勾 我們全部都不要互相吵嗎 我說不可能 你們小孩子就是要這樣 趕快去睡覺 我老公就在那邊說 你媽真的是很奇怪 大家互相放鬆嘛 對不對 我們大家出來都是要放鬆 你媽在幹嘛 然後他就沒關係 對 他就說沒關係 你媽不離 你叫你們上床睡覺 你們睡不著對不對 爸爸知道 來 跟爸爸上床 然後他就騎機車說 他就說帶你們 對 他就帶你們去夜遊 就十一點多 然後在小琉球 他們就說好 結果我就坐在那個大廳 民宿的大廳裡面 就跟我妹聊天聊一聊 我跟你講 大概過十分鐘 我就看有兩個小朋友 在我從外面這樣 然後大廳是這種壓克力門 他們就這樣子 怎麼了 然後我就想說 什麼樣的 然後趕快開門 他們說 媽媽 爸爸帶我們去 那個旁邊都 那個旁邊就 還有很黑 很黑 然後我就跟我老公說 你帶他們去哪 他就說 沒有 本來那個小琉球 旁邊就都是墳墓 就已經會經過 我就叫他們不要看 不要看 結果後來我就帶他們到 那個碼頭 那小琉球我停船的好了 他說我停在那邊說 有沒有 這邊很安靜 在吹海風 這邊都停船的 然後碼頭那邊一片漆黑 然後船來那種海的就 然後那小琉球就說 爸爸 爸爸我們要回去了 然後就在那邊這樣 然後回家就這樣 那兩個人整個晚上都在說謊 做噩夢 很嚇到 那妳回台北上課 然後那天我去接小孩放學 老師說 媽媽 那個 允飛回來 這好像怎麼有點心不在焉 對 掃根筋 好可憐喔 掃根筋喔 又快要期中考了 媽媽要回家盯一下喔 什麼的 要搞到去收金 你要帶他去收金 要帶他去收金啦 妳不是好好讓他們睡覺 就好了嗎 對啊 妳搞不基礎 妳看 期中考考多差 就會頭後面 如果全部空白 對 妳怎麼回事啊 所以媽媽的囉嗦 就是不得已啊 對 而且媽媽的囉嗦 都是有理的 妳知道嗎 媽媽的囉嗦 都是帶有生命力的 而且媽媽都是生命力的 媽媽都是先知 妳們知道嗎 媽媽囉嗦出來的事情 到時候都會成真 對 就是會成真 為什麼 我剛才我兒子每年都有運動會 那因為我大兒子 他就是後來就是你知道 就是想要參加童軍 因為童軍 他會有不同的制服 就很帥這樣子 然後每年運動會 童軍就要帶隊 然後他是童軍的聯隊長 所以他要帶所有童軍之外 全校在升起的時候 他是那個拉起的那一位 所以大家都要進 你就很帥這樣子 帥 那天我就跟他講說 明天是學校運動會 我知道 我說那妳童軍服 準備好了沒 他就按理不理 在那邊刷他的iPad 我就再重複第二遍 我就說 妳童軍服要不要先折好 因為他不是制服 他可能平常 就一年只穿高一兩次 我說妳先把他找出來 放在餐桌上 這樣妳明天出門才會記得 對 媽 我是童軍 還是妳是童軍 我知道在哪裡好不好 然後我就說 妳不要嚇我囉嗦 因為妳明天早上六點四十五 就要去集合了 我怕妳明天一大早 我們家還滿大的 我怕妳找不到 最重要的是 因為媽媽今天晚班 我怕妳明天早上 就是找東西會吵到我 所以妳就是先找 他就是沒有要聽我的 十點上床之後 我就關他門 我就說 那妳找妳童軍服了嗎 我知道在哪裡 我明天早上就會找到他 我就說好 我就去睡了 結果早上六點四十五 照理說要升起了對不對 六點四十五 她還在家裡 還找雞服 還找不到 她真的沒有辦法敲我的 因為我覺得妳知道 高中生會有那個臉拉不下來 她其實六點就在找了 但是她找不到 她一直找 然後一直跟他們童軍 有個那個群組 她一直跟她說 妳等一下 因為我沒有童軍服 是沒有辦法上台的 對啊 她能夠穿一個體育服吧 她真的找不到 後來到六點半 大概快六點四 她就敲我的門 因為她可能不想要跟我說 媽 我找不到童軍服 她又被我海靴 她一直又被我海靴 結果後來就是敲了門 就說 媽 我找到童軍服 我就一秒寫了 我說 妳是幹嘛 I told you 妳知道 她一定好 所以她怎麼講 妳先走 就是一定要再囉嗦兩句 然後就是被我找到了 但是她就到學校 全校都在等她 不要幫她打 大生氣 不要幫她打 妳知道那種全校都在等她 那種壓力有多可怕嗎 貓仔快帶歪 結果我還有拿她的照片來 結果她拉起的時候 其實非常緊張 因為她的那個妳知道 那個連隊長還有老師會罵她 因為那 而且她襪子還穿錯了 可是我們就想說 四肢列的就算了 妳就要請妳吃飯 算其的就是她 但是她襪子不是穿童軍服的襪子 妳就先穿一個 妳有襪子就好了 就不行了 因為在童軍服裡面 因為大家都要等她 所以我是不是媽媽囉嗦 是不是就是 而且媽媽真的很常常 會成為就是先知 都會先知到 但是就算了 就讓她知道這一次教訓 她下次就會先找了 是 那媽媽囉嗦有兩種 一種就是同一件事情 一直唸 一直唸 這種我都建議媽媽 妳乾脆用錄音的就好了 那如果是那一種 很多的告訴妳 現在做什麼 接下來做什麼 我會建議換成疑問句 接下來妳需要做什麼事情 妳還有什麼東西沒找到 這樣的話 從大腦的角度來看 她的大腦才開始運轉 否則她永遠 反正媽媽會提醒我 我現在不用想 對 我只要覺得我OK 反正媽媽會幫我 但是如果都是問問問問妳 東西找到了沒 妳要找什麼 好 下一步要做什麼 她的頭腦會開始計劃 這對孩子將來的組織能力 會比較好 而且把問題丟給他們就對了 每個人都有自己紓壓的方式 但是如果你現在還沒有找到 適合自己的方式 一定要極力的尋找 因為當媽媽 真的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 尤其就還有我們的另外一半 跟我們配合到什麼程度 要不要一直來踩我們的雷好不好 不過我個人也是比較偏向就是說 孩子們跟老公 其實他們應該要承受合理的後果 所以他們承受過合理的後果之後 你就不要一直盯著他 一直盯著他了 對 那我自己是想給媽媽一些想法 建議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讓自己 分散一下注意力 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孩子 老公身上 有時候就放在自己身上 多花一點時間 跟姐妹們相處 或者去運動 只要那個注意力不在他們身上 你看了妳玩了開心回來之後 妳心情好 妳看什麼都順眼 沒錯 而且大家一定要記得 媽媽開心 就是全家人的幸福 對 好了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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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